张灵文讲故事 人们都议论着顾原外为人谦和善良,是全城有名的善人,这儿子是随谁呢?这天,老管家张权急匆匆地冲进府里,压低声音说,老爷不好了,少爷又闯祸了,跟在张权身后的顾少爷脸上化着细装,惊慌失措地喊道,爹,快救我啊! 顾原外看看儿子,恼怒地说,你又怎么了?张权说,老爷,少爷在一红楼,跟一个外地人争姑娘,把人家给打了,顾原外叹了口气说,拿些银子赔给人家吧?不料,张权摇头说,我去把少爷拉回来的途中,那个外地人从僻静处跳出来,要报复少爷,少爷一脚踹过去,那人摔倒在地,刚好磕在石头上,血流满面,当场就没气了。 顾原外惊得跳了起来,竟出人命了,这如何是好?少爷哭着哀求道,爹爹,你可得救我。 顾原外气的一巴掌打在他脸上,怒骂道,人命关天,就是我愿意倾家荡产,也就不了你啊。 张权突然大声说,老爷,我倒有个主意,您出钱,开设周鹏,可能会话此一解。 说起来,这顾原外家本在临线,十几年前因家里遭了火灾。 烧死了好几个人,原配妻子也葬身于火海之中,火灾混乱中又丢了年幼的儿子,这才举家搬到本县,离开那个伤心地。 现在的妻子是续贤,儿子也是后来生的,因为有过这样惨痛的经历,顾原外在兴建府邸时,在府内打了两口井,而且广结善缘,在城里开设周鹏,为流浪的乞丐,提供饭食。 上百的乞丐,长期聚在那里,连外线的乞丐都闻发来。 此时,张权提到周鹏,顾原外,有些疑惑地看着他。 张权小声地说,那里有很多年轻人,我看也有和少爷长得像的, 是不是可以这样?顾原外听了犹豫说,这样能行吗? 张权说,少爷喜欢唱戏,平日里出入家门,脸上都带着妆,而且少爷白天在家睡觉。 而晚上的时候,青楼里灯光朦胧,估计也没多少人清楚少爷的容貌,只要有个五分,像换上衣服,就足以蒙混过关了。 顾原外点头沉吟道,不过这是有可能送命的,会有人啃吗? 张权说,乞丐的命不值钱,我许诺,只要那人肯冒充,万一不用偿命,我们出钱摆平了,他就可以留在府里当差,做少爷的侍从。 万一送命了,给他风光大葬,还给他亲人一大笔钱,肯定有人干。 少爷一听有活路,赶紧也哀求着,顾原外无奈地点点头,扭头问张权说,那这个孽障怎么办?藏在哪里? 张权低声说道,这就得委屈少爷,既然是礼带淘江,少爷就得去假扮乞丐。 少爷扮成那个乞丐后,先混在乞丐群里,看几天风声。 要是闹大了,就混出城去,反正不会有人注意一个乞丐的动向,不管怎么说,保住命以后在外地慢慢发展,不行还可以回老家,那片宅子还没烧光呢。 顾原外看了张权一眼,张权赶紧住嘴了。 顾原外想了半天,没有更好的办法,只好让张权去办了。 周棚里的乞丐有很多,张权很快盯上了一个小乞丐,十六七岁的样子,身高体型和少爷都差不多,面目也有几分相似。 张权让人给乞丐化上戏装,还真别说,跟顾少爷确实很像。 然后,张权又安排人去打探消息,准备打点官府等事宜。 此时最难受的,其实是顾少爷,他虽然性命无忧了,但无奈之下,只能装作乞丐,跑到周棚附近的破庙去住。 他洗去脸上的细装,涂上些灰尘,也确实像个乞丐。 不过当乞丐的日子,比他想的要痛苦多了。 那乞丐脱下来的破衣服一股搜尾,又脏又臭,还有狮子爬来爬去的,他细皮嫩肉的,哪里受得了这个,于是不停地抓挠,睡不着觉。 乞丐们都笑他没少爷命,骗得了少爷病。 一个老乞丐告诉他,时间长了,你就习惯了,刚刚乞丐的人都这样。 还有那舍舟的周棚,之前顾少爷从来没去过,现在不得不随着乞丐们一起去周棚吃粥。 乞丐们领了粥后,都狼吞虎咽地吃起来,顾少爷拿着乞丐的破碗,也要了一碗。 结果一看,那粥里明显还有沙子,闻着还有一股霉味。 顾少爷大怒,说道,这发霉的米怎么吃? 舍粥的小丝。 一瞪说,你要饭吃还咸嗽,要不是顾大善人开粥棚,你们早就饿死了,官府的粥棚里连发霉的米也没有。 旁边的乞丐拉过顾少爷说,知足吧,靠官府的周棚一个月就得饿死,周棚哪有用好米的,都吃饱喝足了,谁都当乞丐了,哪还有人干活。 这时有个乞丐盯着顾少爷看了半天说,你们看这小子长得有点像雇员外家的那个少爷,舍粥的小丝嘲讽道,长得像有个屁用,人家是少爷命,他是乞丐命。 顾少爷听完,吓了个半死,骂那个多嘴的乞丐。 你可别胡说八道,你才像顾家少爷。 顾少爷吃了那发霉的粥,平日好吃好喝的,身子受不了,连着拉了三天肚子,痛苦万分,幸亏张全趁人不备偷偷跑去,给他送了点好吃的,同时告诉他那外地人的尸体已经被官府发现了。 那天路上虽僻静,可能有路人看见了,现在正一个个的寻找,都花钱买通了他,这乞丐还得再等些日子。 顾少爷虽然叫苦连天,但毕竟怕死,不敢生长。 好在过了几天,他渐渐适应了,喝着不闹肚子,晚上也能睡着觉了。 而且还能准确地抓住狮子,已经是个合格的乞丐了。 而在另一边的府里,那个乞丐正在张全的训练下学习当少爷,顾园外也不插手干涉,只是偶尔过来看一眼,大概看张全叫得太认真了,忍不住说了一句,就是演的戏不用这么认真吧。 张全笑了笑说,老爷,演戏也得演得像才行,否则让人发现了,咱不白费这么大的苦心。 顾园外点点头说,少爷在乞丐帮里混得如何,不会太受罪吧? 张全小声说,您放心吧,有我呢,不会让少爷吃大亏的。 顾园外看着乞丐装的假公子,像是想起了什么,突然红着眼眶说,这孩子不错,留下吧,以后给少爷当个半毒,考取个功名,也能光宗耀祖了。 没过几天,顾园外忽然病倒了,他口齿不清,昏昏沉沉。 这一下急坏了夫人,这夫人平时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只待在府里念念佛经。 老爷这一病,他赶紧找张全商量请大夫。 张全请来了当地最厉害的大夫,大夫看了看说,老爷,这病要没法治了,你们还是准备后事吧。 张全又不死心,接连又请了几个大夫,同样没啥效果,顾园外偶尔醒来,呆滞地看看夫人,就用手指着张全,却说不出话来。 三天过后,顾园外居然一命呜呼了,夫人哭天喊地,张全就负责张罗着办丧事。 办丧事,自然要孝子扶灵,可顾少爷披麻带孝时,顾夫人一眼看见了,顿时愣住。 夫人急忙叫,张全,张全啊,这不是我啊,张全看看左右,轻声说,夫人,您急火攻心,糊涂了吗? 这明明是咱家少爷,怎么会错呢?夫人惊慌地看着张全说,我自己的儿子,我会认不得吗?张全摇摇头说,这就是少爷。 夫人慌乱地问仆人说,你看着,这是少爷吗? 仆人们一头雾水,慌乱地看着夫人和管家。 张全不知道这是怎么了,夫人这才发现,除了自己身边的侍女外,外面的仆人大多都是新人,剩下没换的都在院外做事,他平时都只吃斋念佛,并没有在意过这些事。 夫人看了看,站在他眼前的少爷,又看看张全,恍然大悟道,怪不得这些日子,我没见到少爷。 老爷还说,他是出门游学去了。 我明白了,是不是上次你出的馊主意,让老爷吓唬少爷,把少爷吓跑了? 张全摇摇头说,我能出什么主意? 没有的事。 夫人急了,说道,你说,让人装死,吓唬少爷去当乞丐,过几天受苦的日子,就能走正道,我当时就不同意,可老爷还是答应了你,这就是你找回来的乞丐,那我儿子呢? 我儿子哪去了? 张全不理他,对侍女说,夫人急火攻心,你们扶他回后院休息。 夫人大怒吼道,我要报关,张全猛然回头,苍老的眼睛里,射出圣人的寒光说,那就报关吧。 你以为,那场火灾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? 夫人听了这话,顿时下滩在地,脸上血色全无。 侍女也吓坏了,赶紧把夫人送回了后院。 过了一会,张全带着少爷进了后院,让侍女退下后,张全口气和缓了些,说,夫人,事到如今,我们可以敞开天窗说亮话了。 当年的事我都清楚,但老爷已经死了,我不想再为难你,这些事我也不愿意张扬出去。 说到底,这事也不是你的错,若你肯认下这个儿子,你依旧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,他也会像孝敬亲娘一样,孝敬你。 你若真去报关,别说官府不信,就是官府相信我掉了包,当年的事翻出来,你也没什么好结果。 夫人颤抖着身体说,我不信你,什么?我看这乞丐八成是你儿子,你想谋害老爷的家产。 张全立声说,放屁,我在顾家当管家几十年了,从没有过这种念头。 我说,这孩子是顾家的少爷,他就是他,他不是,难道你儿子是?你敢对天发誓? 不用说别的了,就说今天的买卖你同不同意。 夫人痛苦地说,可我儿子怎么办?我儿子还当着乞丐呢? 张全冷冷地说,他这是在替他爹赎罪。 正在这时候,门外传来一阵呵斥声,说,快把要饭的赶出去,没看见府里有丧事吗? 紧接着传来一阵连哭待喊的哀嚎声,说,让我进去,我是顾家少爷,死的是我爹,快让我进去。 张全冲出后院立声喝道,什么人在吵闹,轰出去,那顾少爷衣着破烂,灰头土脸,活脱脱一个乞丐,正在门前吵闹,看见张全更是大呼大叫。 张全却翻脸不认人,让家丁把他赶了出去,而那时的夫人已经昏过去了,搬成了乞丐的顾少爷,拖着惨腿回到了破庙中。 一个侍女偷偷跟上去小声说,如今,你已经不是少爷了,夫人也没办法,只能让我送这些钱来给你。 你快走吧,拿这钱去做点生意,有朝一日发达了,你就来把夫人接走。 顾少爷咬牙切齿地说,我要告他们去。 侍女说,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,但夫人让你快走,别曝光。 说完他就走了,顾少爷终究是咽不下这口气,反正手里有钱了。 他洗了个澡,换了身衣服,然后写了壮旨,接着到衙门口喊冤,县令升堂看了壮旨吓了一跳,顾园外是本地的富户,这乞丐换少爷的事又太过离奇,不敢怠慢,马上升堂审案。 张权被传到大堂上,大声喊冤,说,压根没有这回事,还说,此人是个无赖乞丐,平时就在顾家的粥棚里喝粥,还因为粥棚的粥不好喝闹过世。 昨夜他听说,顾家老爷过世,平时又经常听人说他和顾府少爷,长得有几分相似,进上门冒充少爷讹诈。 顾家少爷,此时正好好的在家里,县令问顾少爷说,你说你是少爷,张权说,你是乞丐,双方各执一词,可有什么证据? 两人互相看看,张权忽然说,周鹏的乞丐都是人证,县令于是让牙医把乞丐找来,此时正巧是五十乞丐们正在吃饭,被牙医一叫都跟来了,最先作证的是,周鹏设周的小丝,他指着大堂上的顾少爷说, 此人确实是乞丐,也确实因为,周不好喝,跟他吵过架。 第二个出来作证的是一个乞丐,他说自己确实说过这个乞丐,长得有些像顾少爷,却被他臭骂了一顿。 台下众乞丐纷纷证实,此二人说话属实,紧接着,张权又叫来府里看门的家丁,证实,昨晚这个乞丐,确实曾经闯过府门,当时穿得破破烂烂,可不是现在这样子。 县令听完认为张权说得有理有据,而这个乞丐说自己是少爷简直异想天开,当庭判定讹诈重打二十大板。 顾少爷大喊不服,并要求让顾夫人来作证。 县令怒斥道,大户人家的女眷岂能随意抛头露面,这乞丐分明是无赖,立刻把板子夹到四十板子,刚打十下,顾少爷已经被打得半死。 就在这时,有人喊道,别打了,我愿意为他作证。 众人回头一看,竟然是顾园外的夫人在侍女的陪同下,进了县衙。 既然人来了,县令知道事情闹大了,索性把府里的顾少爷也叫上唐来一起对质。 由于顾夫人的出现,事情分回路转,夫人一口咬定这乞丐就是自己的儿子。 县令也听迷糊了,天笔下哪有娘不认识儿子的? 张全看着顾夫人说,想不到你还是来了。 顾夫人流着泪说,天大的罪孽由我来承担,跟我儿子无关,他是顾府的少爷,你那个是冒牌货。 张全仰天长笑,眼泪却流了下来。 张全说,县令老爷在十几年前有一对夫妻落难到一个大户家投诉,男人是个秀才,说是家中遭了旱灾,这带着妻子进京寻亲,路上丢了盘缠。 当时,老爷竟他是个读书人,流饭流宿。 没想到,洗完澡后都说秀才和老爷长得像,老爷高兴,便留两人住了几天。 谁知道,第三天夜里突然失火,院中一片火光,夫人的房间坍塌了。 老爷和秀才当时喝醉,两人便都睡在书房,老爷因喝得少,这才侥幸逃脱,可那秀才却烧死了。 后来,老爷的独生子不知怎么不见了踪影,老爷带着全家搬到这里,又娶了那秀才的妻子续贤。 顾夫人一脸怒撞说道,这些世人人都知道,你为何要说这? 张权笑了笑说,原来的夫人虽然容貌丑陋些,脾气也急躁了些,但是,待人是特别好。 当年老爷考得了秀才,无奈家中贫困,是入赘来的。 老爷也是善心人,夫妻俩对下人们真是很好,所以我发现,老爷和夫人遇害后,才把少爷给偷走了。 顾夫人听后惊讶说,当年少爷是你偷走的。 你说的老爷和夫人遇害,是什么意思? 当他眼睛碰上张权锋利的目光,渐渐地不敢再坑声。 张权哼了一声,说,你那秀才丈夫的好计谋骗过了所有人,他和老爷长得本就相似,又被火烧伤脸部,他又模仿老爷的行为举止。 最了解老爷的夫人被你们害死了,谁又会知道你们的真面目。 直到隔天晚上,我凑巧路过你的房间时,听见你屋里有争执的声音。 我好奇,便偷听一番,竟听到一个天大的秘密,原来你的丈夫发现,自己和老爷长得像心生毒计,灌醉老爷,接着放火烧死夫人,谋得万贯家财。 那时,所有人都相信了你们,我怕他会对少爷下手,只能连夜把小少爷带走,安置在我乡下哥哥,家里养大。 我装作毫无察觉,继续为他办事,其实我是在耐心等待着,为老爷和夫人报仇的机会。 天无绝人之路,你们的儿子,整日胡作非为,于是我便想出了,让你们的儿子当乞丐,你的秀才丈夫同意了。 县令听后终于明白了,问张全说,你承认,这乞丐是你府上少爷,只是你要状告他们一家三口,都不是真正的顾家人,对吗? 张全叩头道,确实如此,现在真正的顾家人,只有一个了,就是府里这位真正的顾少爷,也就是我偷出来的顾少爷。 此时,挨了板子的乞丐少爷叫起来说,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,你分明是编故事,谋夺我顾家财产。 张全冷笑道,我隐忍这些年,也不是白忍的。 我前年拿到了一本顾家族谱,里面有一个秘密,我家老爷是入赘的,虽然已不在族谱,但他仍是顾家的血脉,这秘密对他同样有效。 县令问张全是什么秘密,张全掏出族谱递给县令,族谱上写着顾家血脉,口中牙齿比常人多出一颗,那颗牙就长在左膜下内,代代相传。 从族谱纸张笔墨十分老旧,绝对是真的。 而且,张全表示,如果需要,他可以去请顾家族人来作证。 听完这番话,原本脸色苍白的顾夫人当场昏死。 县令命,那两个少爷将嘴张开,顿时众人发出惊呼。 正如张全所说,府里的顾少爷左侧下额长着一颗奇怪的牙齿,而成了乞丐的顾少爷,却与常人无异。 至此真相大白,张全老泪纵横,说,请先令老爷将顾府财产判给真正的顾少爷。 县令叹了口气,看着张全说,只怕有些事还没弄清楚,那个秀才为何会无缘无故,忽然地怪病丧命,是不是你做的手脚? 张全直起身子,毫无畏惧地说,没错,我用的是一种苗疆毒药,大夫也查不出来,中这种毒的人五脏六腑如火烧般灼热,痛苦万分。 说不出话来,脑子偏偏又十分清醒,我就是想让他知道,他没能骗过所有人,他这叫恶人中有报。 县令命人将张全关押死牢,将顾府交给真正的顾少爷,乞丐少爷则被判令带着顾夫人快快离开本县。 乞丐少爷用谨慎的银钱,雇了辆马车,带着顾夫人离开了县城。 半路上,夫人忽然醒来,淒厉地哭喊着,错了,你们都错了,居人原来是这样。 乞丐少爷看着娘变成了这样,心疼地哭起来。 而张全在牢里等死,顾少爷每天带着食物来看他,张全平静地告诉顾少爷说自己年纪大了,死不足惜,只要他好好把家业发扬光大,自己就算对得起老爷和夫人了。 顾少爷含泪点了点头,顾少爷走后,县令就进来了。 县令给张全带了一壶酒,又给自己也倒了一杯,张全不明其意。 县令喝了口酒说,我给你带来点消息,顾员外在搬到本县之前,你们府不叫不府吧。 张全点点头说,老爷是入赘的,原来的府邸是夫人父亲的,姓刘,刘老爷去世后仍然叫刘府。 县令说,当时三岁的小公子也姓刘,张全回道,不过,老爷私下给孩子起的名字是姓谷,夫人也不计较,所以大家也都这么叫,让老爷高兴。 大火之后,搬家到这边,就改教股府了,不过这个老爷没关系了,因为老爷已经死了,是那个秀才改的名字。 县令喝了一杯酒说,我们到临县去了,对遭受火灾的尸体开关勘验,人虽然是被烧死的,但骨头的形状是改变不了的。 棺材里的老爷后脑上有被锤子敲击的痕迹,重点是,他的左侧下额并没有那颗多余的牙齿,张全突然他猛地跳起来,大喊道,不可能,县令叹了口气,说道。 我请了四个武座,说法都是一样的。 顾家夫人的后脑勺上,也被顿气敲击过。 张全抱着脑袋不知所措,县令有点同情地看着他,说,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,我让人去验了刚入恋的顾员外,也就是你毒死的那个秀才。 他嘴里虽没有那颗牙齿,但从下额骨的形状看,原本那里应该是有一颗牙齿的,虽然拔掉了,但是伤痕还在。 张全呆呆地看着县令,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 他颤颤巍巍说,你这是什么意思? 显然现在他已经明白了,只是不愿意相信而已。 县令并不解释,张全盯着油灯,沉默不语,其实,那晚老爷和秀才喝酒,接着被人扶进书房,突然,老爷让下人退下后,他偷偷拿起锤子对准秀才的后脑勺,猛地砸了下去。 老爷接着拿出准备好的钳子,拔掉了那颗牙齿,接着他又拿烧红的刀在自己脸上烫了几下,然后他慌乱地逃出了火场,指挥张全和下人救火。 没人能发现什么不对,脸上的伤势和嘴角的血都是火场造成的,没人能质疑他不是顾老爷,因为他就是真正的顾老爷,从那天之后,他会变成更纯粹的顾老爷,不是入坠流浮的顾老爷。 这份杀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? 时间的退回发生火灾的三天前,也就是刚见到秀才妻子的时候,两人洗完早换了干净衣服,大家都在惊叹那秀才和老爷长得有多下,老爷此时正直勾勾盯着一个人,那就是秀才的妻子,他心中感叹世上竟有如此美丽的女人,而自己每天要和丑陋的女人同床共枕,自己入睡,娶丑女还不许那些。 而且自己的儿子最后还是要姓刘,现在孩子小,大家给他面子,喊儿子顾少爷,可一旦等到儿子成年入族谱的时候,肯定是要姓刘的。 这一点,妻子是不会让步的,因为刘家人叮铃落,如果自己儿子跟自己姓骨,那刘家人可就绝后了,否则他们也不会招赘婿。 可是,如果妻子死了,自己就是一家之主,这府邸就可以改教股府。 至于那秀才妻子,只要自己有意从穷秀才手里抢来,应该不难吧? 张全猛地喊起来,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说,老爷,就算为了当一家之主要杀发妻,为了得到秀才的妻子,却不是非要杀死秀才不可,从穷秀才手里,抢人难道不更方便? 那他为何要把秀才杀死,又要在秀才的妻子面前假扮秀才? 县令点点头说,这是我一开始也没想通,直到我去看了顾夫人,也就是,你说的秀才的妻子,她疯了,她知道自己丈夫杀人都没疯,每天只是吃斋念佛,怎么会忽然就疯了呢? 我从她没有条理的胡话中,听出了一些端倪。 在事发前,住下的第二天,顾老爷就故意灌醉秀才,然后到秀才妻子的房间里去表达了心意,却被对方言辞拒绝了。 不过,秀才的妻子并没有对秀才说这件事,只是催秀才快些上路,我想秀才一定向顾老爷提了要走。 这也是顾老爷仓促下手的原因,她知道秀才妻子的性格刚烈,如果知道自己丈夫被害,肯定是不会屈服的,还可能会将此事捅出篓子来。 所以她反其道而行,不如在秀才的妻子面前冒充秀才,说自己杀死了张老爷一家。 如此一来,秀才的妻子反倒不敢声张,她也知道自己多出来的那颗牙齿肯定瞒不过秀才的妻子,这才拔掉。 当你说破这个秘密后,她必然想起了火灾。 那晚,她满嘴的鲜血,也想起她古怪的伤痕,这些能瞒过别人,却瞒不过同床共枕的妻子。 她得知自己跟杀夫仇人恩爱度日,因此心中难以承受。 然后,张全忽然想起了一件事,连忙说道,不对不对,如果是这样,为什么第二个孩子没有那颗牙?也是老爷的血脉啊。 县令点点头说,我爱你说的算了算时间,秀才和她的妻子估计再住进村里的第一天就悄悄圆房了。 秀才每天都被灌醉,但第二天和第三天都是睡在书房的。 张全颤抖着说,可那样的话,老爷应该知道,那个孩子不是他的。 县令把最后一杯酒喝完,站起身来说,我觉得你也不用太内疚,顾老爷是你主人,他那以前的妻子又何尝不是? 他对你好,他妻子对你难道不好?对这样一个人,你也没必要后悔。 说完他就走了,张全抱着头嚎啕大哭,然后一头撞在了墙上,透过满脸的鲜血。 他恍惚间看到了顾老爷临死时,指着自己的样子。 张全忽然想到,如果当时顾老爷能开口说话,他会对自己说什么呢? 会不会告诉自己,他就是真正的顾老爷? 会不会告诉自己,或许他已经猜到,那个乞丐是谁了? 好了,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点赞评论,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